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家能够翻译过来就行了 大家通过这个简单的这种匿名的写法 你能够把它翻译成全部写完是什么样就OK了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其实是实力化继承于这个接口的一个类 对不对 简单的这样子来写 大家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那我可以讲快一点 基础扎实 同时呢 我们又刚刚是说了 设置我们实验监听 还有可以我们启动我们的一个新的线程 对不对 而且大家看 这一块是不是把实力化了 对吧 这块是把实力化了 这块实力化了过后 我们这个对象直接打点 什么什么方法 是不是就是启动它这个实力的里面的某一个方法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得懂 好 那么这里就还有一些命名的 还有一些命名的一些内部类 其实这个倒是无妨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 像for each啊 有点类似于什么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for each 以前的各个语言都会有什么for each 什么什么对象 在哪个对象集合里面 这样的意思 OK 这就是我们一个 匿名内部类的一个情况 那么 基本的知道了我们的内部类的这样四种的用法 和刚刚简单看了在Android里头 这个代码常常的它的一个表现形态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我还想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算是一个总结性的例子吧 启动一下模拟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看着有点晕啊 但其实我们说了我们写程序的讲的是什么 逻辑能力 你把它简化成几个步骤来看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我用一个按钮 同样的得到一个按钮的实力 给它设置了一个视线监听 当然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匿名内部类 在这个里面呢 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来试着试着在这个类里面 打出当前的这个类与它负类的一些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刚刚说了 我们内部类是不是有些特性 它可以访问到它的负类啊 它的负类也可以操控它 它可以访问到负类的成员变量等等等等 那我在这里干嘛呢 打了一些log 打了一些log 打了一些什么样的log呢 就是当前这个类的名字 大家想象一下 我现在这儿 现在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内部类的作用欲啊 内部类的作用欲啊 所以我怕大家不明白 所以我先抛出来 我现在在这个里面打一个this 我们说了一般this 就当前类的实力对不对 那请问 它是哪的谁的实力 因为我们在Android里 常常会用到context上下文 那这个是是它的吗 是它的负的吗 是它的吗 还是哪的 它是代表谁 是不是代表这个呀 是不是代表这个呀 因为这个onclick这个方法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类里面的 这个一定要看明白 好我们就猜 所以它get class get name 它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 这个类 当然就是 哪里 当然就是它的类名 就它的类名 但是这个类很讨厌 它没有什么类名 而且我会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内部类 它与负类的这种get class的关系时候 它就会常常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形态 要不然就是它 要不然就是它 用这种符号 对吧 这个我是区分不同语言嘛 不同语言 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那么你到时候就可以看 就一看到这些符号 你就知道它是个内部类 它就是我们的主类 就这样子 好 同时呢 我在干嘛呢 我在得到当前类的接口名字 就它实现了哪些接口没有 还有就是 包括我们的一些 闭合类 以及当前这个类是不是匿名的 你看它都会有很多 有很多这种属性了 和这些方法都可以来进行判断 是不是匿名的 还有就是我要打一下 负类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同样的其他属性都打出来 都打出来 还有负类是不是匿名的 我把这些打一下 那么大家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效果 这个我们这个demo是怎么去看 它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昨天我简单的说过一下 就是第一阶段的叫Chapter 1 然后哪一刻就跟着这个课程的名称来看 我们是Java for Android 就点进来 然后找我跟它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打出来是通过log打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log 但我们后面也还会讲到 这个具体讲到Android的这个log 所以大家先不急 只要知道这块是看log就行了 内部类 好我们先进来 点一下 它打出了一些东西 打出了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内部类的这个this 它的类它打出来是这种形式 就是Inner Class Advanced Activity 下面的1 为什么要用1呢 因为它是匿名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给它定死 我们没给它定死 我们一看到这个标准 我们就知道它是内部类 同样的 它实现了哪个接口呢 当然就是实现了 又再次验证了 是实现了我们右下面的 Unclick listener这样一个接口 是不是匿名内啊 当然是了 对吧 还有就是下面我们又打了它负类的 大家看 这就是负类的 负类当然就不是匿名内了 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判定 它的一个作用语 那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干嘛呢 我们这里要说一下 我们常常喜欢在 u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 定一个变量 比方说我定一个anti性的变量 叫thunday age 等于32 不小了啊 OK 那我们现在在unclick里面 我们常常会用到 用到这个thunday age 对不对 我们给它重新复一下值 thunday age 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这叫大家肯定都知道 这些小技巧 你放上来自己看就行了 我今天这里立出问题了 点一下这 一般在放上这 它就会提示 它就不能这样子 变量的一个负值 请你用上 一般提示 它会干嘛呢 要不要把它转成一个final final 这是为什么呀 谁能告诉我 各位都加码都很有经验 关于周恩域的问题 我刚刚说了是什么 内部类可以访问它的外部类 以及外部类的成员变量 对吧 但是我没有说 它一定能够访问到 它当前的所处方法里面的 这些成员变量 知道吧 原因在于什么呢 原因在于 其实 加把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因为你把它放到 放到这个上面啊 就是 如果 因为在我们这个里面 大家想象一下 因为我们内部类 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的代码写得很规范 我什么try catch啊 什么东西都来 对不对 而且很有可能 这个成员变量到时候会出问题 你知道吧 就会 会不断地去变化它的这些值 所以它会觉得 这样是不安全的 它会觉得不安全的 那么 所以一般情况下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干嘛呢 我们就会把它 刚刚我那个打敲错的地方 应该敲到这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 只有它的成员的这种变量 我们才认为是安全的 当然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只是内部用的 我们private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里面来访问它 这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 做的一个提醒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负类的contact 上下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比方说最简单的 我们 有一个什么呢 我在这个里面 要启动一个新的activity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什么 start activity 这个方法 对不对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 当前activity上下文的内容 因为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儿敲一下 list.start activity 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犯错误 那我在这儿也类似了 start activity 就没有了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list的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用的话 最比较保险的方法 就是把它的名字 全部敲下来 全部敲下来 比较best 第二 第二的activity 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你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因为你把省略掉了 它默认的 它会有一个查找顺序 它默认的会有一个查找顺序 怎么查呢 先从它自己这个内部类找 也不是这个方法 然后 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去查到负类里面 也不是这个方法 负类的实力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查找的时候 它的作用是由小到大的 所以很多时候 别人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样呢 就好像我们写程序 加载动态链接库一样 首先加载这个exe 它的当前文件夹下面的 加载不到 我再去加载win32系统文件夹下面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内部类的一个应用 一定要熟练掌握 特别是我们内部类的一个作用语 就把这两个 这两个给它做好 以后不要出现一些搞不清楚的一些状况 好 关于这个内部类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我只是抛砖 抛砖隐喻 好 那我们继续玩下去 在内部类了解清楚了之后 在我们Android里头 其实常常会用到一些什么呢 JavaDoc 什么叫做JavaDoc呢 听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呢 Java代码的一个文档 那么什么叫做Java代码的文档 它应该是什么形式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形式 我们看得起来好像很眼熟啊 是不是很眼熟 是不是就是我们官网啊 顺便说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 上帝推荐一帮好一点的Android的 应用开发的书记 我说目前国内的都不太好 就看官网就可以了 看官网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因为其实Google公司 其实是蛮偷懒的 以前微软的MSDN 写多好啊 对不对 那个帮助写多好 Google的帮助 特别是帮助查询 这块写的真的不怎么样 当然你 你很多时候你在查的时候 你查到某一个方法 你不要有 查到某一个方法了 好好的 好 方法也出来了 这个方法搜索类也出来了 这方法的参数我也太明白了 他就不给你多少视力 让你看一下 这点很讨厌 所以还是微软好 微软这方面好 为什么好呢 因为微软头有多少人力在这上面 他们的MSDN的编写 跟写书似的 Google这个是怎么写的 我给大家说 用JavaDoc生成在改的 用JavaDoc生成改的 JavaDoc的形式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告诉我 把注写规范写好就行了 把注写规范写好 那么所以说 不要认为公司大就多了不起了 我以前在做Denite开发的时候 常常发现VSTS的bug Android的还不是一样有bug 也被发现过 那这个是JavaDoc的一个成果 那JavaDoc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是我们JavaSDK提供的一个 自动生成代码文档的 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只需要按照规范化来写诸式 就会自动生成我们希望的代码 帮助文档 这个工具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 猜一下呢 JDK Bing 看看有没有加入Doc 是不是果然有啊 加入Doc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想象 原来就是靠这个工具 给它生成的这些东西 其实各位 在G2E里面 这个概念也很多 有很多J2E里头 帮助生成这些 这些代码文档的 这些工具 Docnet也有 我们以前做Delphi开发 和VB开发也都有 我记得我以前还专门 花过一百多美元 买过一款工具 是ForDelphi的 那个代码注释的一个生成 生成出来 就直接就是我们的Helper 大家想象一下 所以你在做自己的 共享软件的时候 这些东西还蛮管用的 那么JavaDoc 我们先不深究 它如何工作的一个原理 因为说白了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样式 以及模板的 这样的一个适应匹配 比方说 在我们G2E里 有一个Velocity 这个大家可能 有的用过这种模板 就自动生成我们代码模板 我曾经用Velocity 我可以干嘛 做到什么程度 还做FreeMaker好像 然后用这样的一些模板 我写好了之后 我只要把那个数据结构 这些都定义好 它可以帮我生成 所有的数据存组层 BL层 DL层 以及甚至于PL层的一些代码 就按照传统的三层架构 直接可能就是 上万个原代码文件 就帮我生成了 然后我再去改 所以那时候 我一个人可以接 接十几万的项目 三个月 我带一个徒弟 俩人就搞出来了 原因就是 我的软件工程做得很好 工业化生产 这个逻辑弄得很好 但这块逻辑 从需求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编码 里面有很多规则 凡是能够规则化的东西 我们说就可以把它智能化 凡是能够智能化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用 自动化的一些小工具 或者机器人来把它实现 这样你能寻找到模式 你就能够自动化的来生成 所以当时 我们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的这种探索 这个是我在第四阶段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软件工程 这一块 如何一步一步的 就是按照遵循一定的模式 我们不断地走下来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软件开发 真的有的时候还比较机械 你以后 你以前是每拿到一个项目 都要想 我第一步要干嘛 第二步要干嘛 第三步干嘛 因为你没有总结成自己的模式 就像设计模式一样 不过就是经验的总结 那大家学完第四阶段的 课程的内容之后 你就会说 第一步我干嘛 不用想 第二步接着干嘛 不用想 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方面 再进行创新 那你就是在创 在完善和改进 我的那套软件工程理论 那就不一样 这有点像开宗立派 是不是 但没那么夸张 开玩笑 那么加沃道科 重点是要定义一些 加沃道科的一些样式 主要是要定义一些样式 什么样的样式呢 大家在写注释的时候 是不是都看到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的代码 放在代码前面 我们说加沃道科的代码 有三种注释方法 一种是打两个杠 像我的语 我在这里面看吧 这样大家看明白一点 这行语句 我要给它做一个注释 一种 是打两斜杠 然后它变绿色了 这是一种注释 第二种注释方法 这个就是part的注释 这是第二种注释方法 然后还有第三种注释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打两个杠 然后不断的 大家看 就这样子下来 这是第三种注释方法 那么第三种的注释方法 就是我们交道科 规定的一种注释方式 一种注释方式 那在这里面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属性 要去设定 对不对 比方说你写了一个方法 或者写了一个类 那么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这个类的 你总要有一个介绍吧 你就直接写上就可以了 然后比方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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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